疫情期间 朱古鲁西泛州起点的河段 部落族人在短短一星期内 陆续在河畔发现死压子 截至今天 至少有十多只的死压横坦在浅滩 发臭腐烂 部落族人不仅忧心 可能资深病美 更会严重影响到部落文化流域的环境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尽快处理 夏季朱古鲁西泛州起点的河段 因为疫情三级警戒 泛州活动全面停止 而少了人的扰动 也看见河川溪流的美丽 然而部落族人在往下游走 忽然发现死压子横躺在浅滩上 腐烂发臭令人作呕 部落族人放眼细数 死压子的数量比一个星期前 又多了好几只 族人不免忧心 是否有人恶意将死压子放水流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发现的时候 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一开始发现就是看到两只鸭子而已 就是在这个浅滩区 然后后来过两天之后 我们跟部落的人又下来抓鱼给部落的人吃 结果到对岸的时候发现对岸那边也很多鸭子的尸体 好像这鸭子越来越多 结果今天来这边看 鸭子果然还是陆续的有在增加 对就是怕这件事情就是感觉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反而是说我们去关系这一带的生态啊 环境的问题没有人在关心 疫情期间 河畔居然出现大批的死鸭子 接获族人通知到场了解的 向代表林玉芬也百思不解 也希望大家共同爱护河川的生态环境 其实经过很多的部落 公权部落啊春日啦德武啊 都是好几个部落高辽都会经过这个溪流 那我们都会去捕鱼 这个是我们阿美族非常非常重要的河床 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场域 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来重视这个问题 让我们的河川能够非常干净 也非常环保 也保护我们的河川 社会联系不仅是泛州活动之所 更是沿岸部落族人文化生活的场域 现在却出现大批死掉的鸭子 部落族人期盼相关单位重视 尽快处理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